另起意外是發生在花蓮的七星潭 昨天下午有一位男子下海游泳 不幸遭到海浪卷走 而到目前为止 海巡队跟空勤直升机持续搜索 不过还是没有发现这名男子的下落 一街或有名众落海的消息 花蓮海巡队舰艇就持续在海面上搜索 空勤直升机也来回在空中搜寻 不过都没有发现失踪男子的下落 岸上同行有人则是不发抑郁 为何这么冷的天气还会下海游泳 就是不愿意多说 这起落海的意外 是发生在十六号下午四点左右 家住万荣乡西邻村二十三号的谢姓男子 和两名友人 一名外籍男子到七星潭游玩 谢姓男子一时兴起下海游泳 却不慎遭大浪卷走 按下民众赶紧报案 那我们一接到通报之后 我们立刻启动我们的救援机制 到达现场以后 我们的民众 就是我们来看到落海的民众 不过经过两天的搜寻 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发现失踪 谢姓男子的下落 救难人员不放弃 把握黄金救援72小时持续搜索 岸群大队提醒民众 七星潭为台湾十大危险海域 尤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冬天风浪更大 切入太靠近海岸线 以免发生危险 记得温家坎 欢迎报道